大家好,我是大雄 时间过得真快啊 俄国战争已经进入第702天了 来看一下战场方面的消息 在阿富地布卡 俄军经过不断的人肉冲锋 在南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占领了沙皇狩猎区 并继续在南部的私营部门地区推进 之前一部分俄军试图通过挖地道的方式 来躲避乌坎的打击 他们自以为得机 以为乌坎军队也不会发现 但是他们从地道中一露面 就遭到了乌克兰炮击 当有150米左右的士兵死伤 这说明乌军无人机已经观察到他们的行动 并且就像猫歹老鼠一样 已经提前射服了 地链薄河前线 昨日乌军的炮弹击中并摧毁了在克林基以东 一个坚固阵地的大批俄军部队 此外 其他地点的战斗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现在战场有一个特点 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很厉害 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对战场的压制 昨天一天俄军单日阵亡950人 如果按这个速度消耗下去的话 俄军10天就是大约1万人的损失 这个伤亡数字确实够惊人的 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斯洛伐克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反对挺俄的总理费祖 这个总理希望在斯洛伐克 能建立像匈牙利总理那样的独裁统治 但是他吃算了 斯洛伐克人民不答应 斯特列克夫开始为自己辩解 当俄罗斯军神 斯特列克夫被俄罗斯当局判刑四年后 他开始为自己辩解 他说自己没有罪 称自己在为祖国服务 在他被判刑之前 他的支持者聚集在了法院附近抗议 但即使如此也没有用 他还是被俄罗斯当局判了四年 在我看来这已经很好了 仅仅判四年要知道 在一些国家别说是判四年了 你就是说国家的一个不字 都可能判终身监禁 监狱可能一辈子都出不去 在某些方面 俄罗斯的法律还是对言论 有一定的容忍度的 去年11月 斯特列克夫还宣布 要参选2024年俄罗斯总统选举 看到这个消息 我都感觉到太不可思议了 当时我就在想 像他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参加总统选举 果真 他宣布这个消息之后 就再也没有什么动静了 现在看 斯特列克夫还是缺少社会的毒打 活了一大把年纪了 还是没有认清到 俄罗斯这个社会的现实 在我看来 俄罗斯有两个重要的人物 很难被说服 一个是斯特列克夫 另外一个就是总统普京 他们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他们两人具有同样的性格上的固执因素 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固执 所以他们在实现他们的愿景当中 往往会碰壁 昨天普京有一个大动作 他突然抵达俄罗斯的飞地加里林格勒 进行工作访问 此次访问非同寻常 有两个敏感 一个是时间节点敏感 另外一个是地理位置敏感 时间节点敏感是因为 北约刚刚开始进行军事演习 他这个地理位置敏感 是因为加里林格勒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岸的 重要的军事据点 与俄国本土不结 位于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 到了加里林格勒 俄京普京做了两件事 一个是在当地最大的石油能供应生产企业节目 并与当地官员会面 第二件事是他召开了地面发展会议 并在当地大学学生座谈会上 普京强调 俄罗斯永远不会弃自身利益于不顾 普京这个时候突然访问圣伟的宝 外界有人解读为俄罗斯可能要对北约开仗 事实还真不是这样 总统普京说的俄罗斯不会弃自身的利益于不顾 主要还是跟当前的国际形势有关系 尤其是俄罗斯的海周围的地缘政治发生变化 现在乌克兰已经加入了北约 瑞典要加入 前天土耳其批准了瑞典加入北约 就剩下最后一个国家匈牙利了 相信匈牙利最终也会被批准 这样的话芬兰和瑞典都会如愿以偿的加入北约 而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 就会对俄罗斯地缘政治环境造成重大的冲击 这两个国家是波罗的海非常重要的国家 他们入北约后 波罗的海就有可能被北约所控制 而瑞典格勒是一块飞地 北边是立陶宛 南边是波兰 三面都被北约包围 只剩下出海口就是波罗的海 一旦北约国家封堵了波罗的海 那么波罗的海的俄罗斯舰队 就没有出海口 这就相当于把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 堵在了家门口 可以说 这一次总统普京访问圣米德堡 是一个很古代的举动 本来圣米德堡周围地缘环境还可以 但是现在俄罗斯对乌坎战争 导致了现在很被动 俄罗斯对乌坎的战场侵略战争 改变了很多 如果没有发生这场战争 俄罗斯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保持自身的好处 第一个就是瑞典和芬兰不会加入北约 这种情况下能够让它的地缘环境相对的要好一些 再一个它可以大卖石油给欧洲国家 尤其是德国 这些国家还是非常喜欢俄罗斯石油 第三点就是能赢得欧洲国家的好感 在俄罗斯对乌坎战争发起之前 欧洲国家还不是什么反感俄罗斯 还对俄罗斯保持友好 尤其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更是对俄罗斯寄予幻想 这一打呀 欧洲国家开始警惕俄罗斯的野心了 连原物比较落后的法国也开始意识到 必须要抓点时间 要加大力度援助乌克兰 甚至法国在美国落单的情况下 主动担负起责任成立了一个法国 美国构成的炮兵联盟 这个联盟由法国牵头 最新消息 法国向乌克兰征派两辆M270 LRU作为炮兵联盟的一部分 LRU是美国M270的现代化版本 配备了新的发射控制系统 能够发射新型制导火箭 如果没有这一仗 俄罗斯至少可以在以上三个方面 保持着自身的优势 但是仗一打 这些优势全都像装块一样被推倒了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主要原因是普京产生了误判 他觉得欧洲离开了俄罗斯的石油 就没法活了 俄罗斯卡住了欧洲的脖子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欧洲必然会向俄罗斯妥协 此外 他还觉得乌克兰就是一顶破旧的房子 一推就倒了 他更觉得美国会袖手旁观 因为2014年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 美国就仅仅制裁 就没有其他的动作了 但2022年已经不同于2014年 国际局势发生重大的变化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了 英国的签署相约翰逊上台了 正是在这两个人的鼎力帮助之下 乌克兰并没有让俄罗斯吞并 乌克兰仍在人间 战争的事真的是不能轻易的发动 一旦发动了就很难预测结果 俄罗斯以为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必将对乌克兰形成碾压之势 甚至以为仅仅需要三天 就能拿下整个的乌克兰 但是现在俄乌却打成一个平手 不仅如此 乌克兰还越战越勇 不断的重挫俄罗斯的军队 而北约也空前的团结 因为有了俄罗斯这个敌人 北约国家更加的同仇敌忾 众志成城 目前北约最大的军事演习已经在进行中 据报道 北约的坚定捍卫者2024的军演 持续时间从1月底至5月 将为更多国家仿效英国 与乌克兰签署 其打赢这场战争的国防安全合作协议保驾护航 同时也将起到遏制俄罗斯升级战争的作用 为乌克兰的备战 等待在安全协议下更多 攻击性更强的武器到来 并形成战力 争取时间 这样就形成这样一个国际形势 一方面是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平手 具备了跟俄罗斯相对抗的实力 另一方面是北约开始 视俄罗斯为最大的对手 随时准备帮助乌克兰 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还想打赢 节目最后又到了有所期待的时候了 马上春节就要到了 大雄想让妻儿过个好年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讨一些打赏 当然 如果您的经济情况不好 就别给我赞赏了 帮我转发视频 或是推荐给其他的朋友来观看 也是对我很好的帮助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一起为正义发声 一份小巧的鼓励 一份暖暖的心意足以 祝所有的朋友 偏爱喜乐 事事如意 愿所有的幸运伴随着您 愿天下大统 再也没有战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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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